瑞虎5X将于9月27日上市搭载1.5T发动机 9月27日上午10点 奇瑞汽车将举行瑞虎5X网上上市发布会 新车定位于一款紧凑型SUV 采用瑞虎家族的最新设计员 本次上市的5X将搭载一台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为147马力 与发动机搭配的是6档手动或6档双离合变速箱 奇瑞瑞虎5X将会推出7款不同配置的车型 其中包括3款手动挡车型和4款双离合车型 新车尺寸分别为4338乘以1830 乘以1645轴距是2630毫米 相比于现款的瑞虎5 新车的轴距增加了20毫米 全新的设计员使得新车在外观上足够个性 未来该车将与瑞虎5一起征战紧凑型SUV市场 据了解瑞虎5X将提供 旭日成 熔岩红 星空蓝 碳金黑 罗兰紫和珍珠白 六种不同的车身颜色可选 内饰设计上 瑞虎5X也凸显了年轻的一面 中控台使用不对选设计 中央的大主段中控屏 具备智能语音识别和控制手机智能互联系统 配置方面 瑞虎5X将全系标配 博士9.1 ESP 电子驻车系统EP8 电子驻车系统EPB 紧急制动 全景影像 LWD 车道偏移预警 同时全景天窗 实时开下监测 定速巡航 陡坡缓降等功能 也会出现在这款新车之上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